当地时间6月20号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在朝鲜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 在平壤五一体育场 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大型团体操和艺术演出 当晚能容纳十万余人的五一体育场坐无虚席 热烈欢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和彭丽媛女士 平壤北京等标语格外醒目 当地时间晚9时40分许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在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 来到体育场主席台 在场观众全体起立 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欢迎中国贵宾的到来 演出在绚丽的焰火中拉开序幕 朝鲜文化巷 四个章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文化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文化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演出歌颂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成就 表达朝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传承发展中朝友谊的热切愿望 以及对习近平此次访问的热烈欢迎 朝鲜三大乐团 博力交响乐团 功勋合唱团 三池渊管弦乐团 首次同台献议 刘茜茜茜茜和李大 日春全上冲汪 春朝日努槍 一向古白边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演出现场背景曼妙变幻 灯光绚丽璀璨 表演精彩分成 欢呼声鼓掌声 此起彼伏 响彻云霄 整场演出气势恢弘 震撼感人 和声鼓掌声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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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乐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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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和金正恩同全场观众一起 为艺术家和演员们的精湛表演 送上经久不息的掌声 燕火在体育场上通再次绽放 斑斓撞美 演出结束后 中方向朝方赠送花篮 祝贺演出成功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同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 一道步入舞台 再次向朝鲜艺术家和群众致谢 中方向朝鲜艺术家和群众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中方陪同人员 以及崔龙海 朴凤柱 金才龙 李永浩 李万健 朴光浩 李朱雍 金平海 崔辉 吴寿永 安正秀 朴泰德 朴泰成 金英哲 金秀吉 太亨录 卢斗哲 崔复日 郑经泽 赵永元 鲁光铁 金德勋 李龙南 金光浩 金能物 金宇正等 也观看了表演